那么气体的氧气的化学性质 同学们你们会发现 我们在暑假阶段主要是给同学们做了 那么四个经典的实验 那就是碳硫磷铁 在空气和在氧气中实验的什么比较 那么在考察的过程当中 我们说一定要关注实验现象的什么描述 暑假阶段我已经详细的给同学们讲解过了 那么现在我就不再过多的重复 我们一道简单的来什么 看一下即可 当时的这四个实验 它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 那就是在空气中燃烧和在氧气中燃烧 现象是不完全一样的 在氧气中燃烧比在空气中燃烧要更劲烈 所以当时体现出的是氧气 化学性质非常重要的一个性质叫做什么 叫做然性 但是你们也知道氧气除了具有住然性之外 还有个非常经典的化学性质 呼吸过程当中离不开什么 氧气 这叫支持什么呼吸 所以氧气它的化学性质主要就是两个方面了 在我们的东西就算同样没有关注的 那就是支持呼吸以及支持什么燃烧 对吧 那么在这里 我们氧气的性质实验就成了一个非常非常经典的考察提醒 它会涉及物理性质 但是它更多的是涉及什么性质 化学性质 我们首先来看一看现象的描述 我们一到快速的看一下就行了 我相信同学们还是可以记得的 在木畅是可以和氧气发生反应的 我们知道它和氧气发生反应声称的是什么 对吧 暑假节奏我要求同学们去掌握它的文字表达式 符号表达式 但是现在其实你们应该掌握它的化学反应是吗 对不对 它不仅仅体现了这样一个客观的过程 它还体现出了一个定量的关系 好 同学们在这里我们会发现 在空气中木炭会发生反应 会放热 会烧制什么红热状态 但是不是十分的什么剧烈 但是在氧气中你们会发现 它会比在空气中燃烧更加的剧烈 发出白光放热 同时生成一种无色无味的气体 我们当时特别强调过在座的同学们 在描述现象的时候 产物的名称能不能描述出来 不能 描述现象的时候 这个现象一定是你通过你所有的感觉器官 直接感觉得到 可以是视觉 对吧 可以是嗅觉 也可以是什么触觉 这都可以 但是记者一定不能经过大脑进行什么加工处理 所以你当时看到的只是生成了一种无色无味 然后呢 它不是固气不是液体 那就是什么 气体 你千万别说它生成了一种无色无味的二氧化碳气体 你是看不到二氧化碳的 二氧化碳是通过你的思考 因为你后来做了一个非常经典的验证二氧化碳的实验 那就是加了成千社会水 成千社会水变什么 浑浊了 你推测出它是二氧化碳 但是那不是什么现象 那是什么结论 所以这一点同学们要特别特别的关注 暑假节奏 我反复的给同学们强调过 等一会我们可以通过具体的练习再来看一看 好吧 那么其次我们观察到了与流的什么反应 我们会发现流是可以和氧气反应生成二氧化流的 文字表达是符号表达是一句话缺什么反应方程式 也不再多说了 我们还是要去关注实验相像的描述 在空气中 流是可以燃烧的 放热发出微弱的淡蓝色的火焰 同时生成了一种无色有刺激性气味的什么气体 描述现象的时候 这三个要点只要达到了就没有任何的问题 那时候一放热 第二火焰的颜色是什么淡蓝色 第三生成的气体是一种无色有刺激性气味 其实我知道这是什么二氧化流 但是描述现象的时候 能不能说出这是二氧化流 很好 在氧气中发生反应 你们会发现还是那句话 必在空气中燃烧个剧烈 剧烈 还是放热 还是发出 但是现在要关注了 明亮的 在我们的空气中是微弱的淡蓝色火焰 在氧气中是明亮的蓝紫色火焰 这是一个性质上的现象上的不是性质 是一个现象上的些微的什么差异 同时还是生成了一种无色有刺激性气味的气体 千万别说出它是二氧化流 虽然我知道它就是二氧化流 但是这个实验我们当时还要注意一个小小的注意事情 有些时候我们在做这个实验的过程当中 我们会事先在机器瓶的底部成 水 少量的水 为什么还记得吗 防止无量空气 防止二氧化流气体 遇到空气当中 别忘了 二氧化流是一个空气什么 无人物质 我放少量的水 是让它去吸收什么 二氧化流 手架接到我们一小资料的形式给同学们了 说二氧化流是可以溶解在什么水中的 一体积水中溶解40体积的二氧化流 等你们学完了分解盐之后 你们会发现 其实还可以用一种更好的液体 那就是氢氧化那氧氧 它的效果比水还要什么 还要明显 这是我们所说的流与氧气的反应 这每一个实验 碳流零体与氧气反应的实验现象的描述 我的同学们 以及它的注意事项 完全有可能在我们的中考的过程当中 来设计气体制备 气体性质实验的时候 作为一个考察的什么方向 所以我们还是要 必须要掌握的 那么第三个 我们当时做的就是零和氧气的反应 对吧 其实我们知道零和氧气反应会声称的是什么 无氧化零 而且我们当时特别强调过 这个无氧化零是一个什么 固体 对吧 我们的实验现象是 大量的白烟 当时还提到过烟和雾的什么区别 烟就是固态的 小颗粒 雾就是液态的 小液滴 还记得吧 我们上一讲 在讲空气中氧气含量测定的时候 我们说选择的一个药品 我们选择的就是什么 零 对吧 我们当时说不仅仅要和空气中的氧气发生反应 而且还不能声称什么 气体 我想同学们应该是可以记得非常的清楚的 那么他的实验下下你们会发现 我需要的彩分点 那就是一定要产生大量的什么 反应 当然啊 在氧气中肯定还是在比空气中燃烧更加的什么 剧烈 这是零 那么还有一个更重要的 也就是说在考察氧气净制实验室考的最多的一个实验 那就是铁丝和氧气的反应 铁丝与氧气发生反应的时候 同学们应该知道它是生成的什么 四氧化三体 但是我们要关注线线上的区别 铁丝在空气中能不能直接和氧气发生点燃 燃烧的这样一个实验现象 不会 因为铁丝在空气中它根本就不能被燃烧 最多只能被烧着一个什么状态 红热 红热状态 但是如果来到了氧气中 你们会发现 它就可以剧烈的燃烧 放出大量的热 同时火经四射 另外生成了黑色的固体 暑假的时候我们给同学们看过这个实验的什么 视频 我相信你们还是记得的 而且这个实验 我的同学们在做的过程当中 我们有两个非常经典的注意事项 值得你们去关注 我不知道你们现在还有没有 还能不能够给我回忆起来 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 机器瓶底部实现应该有水 水或者是什么 地上 但是这里的水跟我们做流合氧气反应的过程当中 机器瓶底部的水 它们的作用一样不一样 不一样 不一样 因为流合氧气发生反应 它的机器瓶底部的水是吸收什么 暗氧化硫的 防止暗氧化硫污染大气 而在这里呢 它的目的何在 防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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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防止你生成的 四氧化三鲜 其实此时此刻 这个黑色固体是处于一个高温 融融的什么 防止它直接滴落到机器瓶的什么 底部 导致机器瓶底部突然预热 炸裂 所以在这里你可以用水 也可以用什么 细砂 对不对 但是在做流合氧气发生反应的时候 那你只能用水 能不能用细砂 不能 因为它要吸收什么 太阳化硫化硫化 你这里用细砂也可以 防止 只要它不直接 这个高温融物不直接揭露到 不直接接触 机器瓶的什么 底部就行了 是不是这样的问题 当然在这里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注意事项 那就是当时我们讲过 做这个实验呢 由于铁丝在空气中是无法点燃的 我们通常都是在空气中把铁丝燃烧着什么 红的状态 然后再插入到成有氧气的机器瓶的动物 但是有的时候我们不是这么做的 我们有的时候只是把铁丝绕成什么 螺旋状 然后在铁丝的末端绑上火柴 或者是棉花等一小段什么 可燃物 然后我们在空气中去点燃可燃物 然后呢等到可燃物燃烧至 欲净未净之时 然后再把它插入到成有氧气的什么 机器瓶当中 利用可燃物燃烧放出的热量 在纯净的氧气中去引燃什么 铁丝 但是这个实验成功的关键 一定要掌握什么时候 把这个铁丝插入到成有氧气的机器瓶当中 当时强调过 说可燃物一点燃就立即把这个铁丝插入到 成有氧气的机器瓶当中 将出现什么样的后果 什么后果 铁丝就无法被什么 点燃了 为什么呀 因为可燃物的燃烧会消耗机器瓶中的什么 氧气 将导致机器瓶中的氧气什么 不粗 铁丝点燃是需要较为纯净的氧气 它在空气中就无法被什么 点燃了 这就是这个实验两个非常经典的什么 注意事件 我在后面呢 也给同学们做了一个简单的总结了 对吧 等一会我们来简单的看一看 但是上述的这四个经典实验 其实都向我们共同展示了氧气化学性质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那就是什么阻燃性 那么在考氧气性质实验的时候 阻燃性一定是靠它的一个什么动力 那么注意事项以及入差分析 刚才在每一个实验当中我都可以同学们讲过 那么我给你们做了一个小节 我们简单的来看一看 其实主要就考虑这几个操作 如果没有注意得到 会产生什么样的什么影响 第一如果你用准备燃烧木炭的机器瓶来燃烧铁丝 其实就相当于在这两个燃烧的过程当中 这两个实验的过程当中 它们的唯一的区别在哪里 就一个机器瓶底部有水 一个机器瓶底部没有什么时间准备什么水 不就相当于在考察铁丝 与氧气燃烧实验的过程当中 机器瓶底部为什么要放少量的什么水 那么后果我不言而喻了吧 如果你是用准备燃烧木炭的机器瓶燃烧铁丝 它的后果必然是机器瓶的底部什么 炸烈都热炸烈对不对 因为它就直接被落到机器瓶的什么底部 那么铁丝上的火柴你看 是不是刚才问的 你转火就立即渗入到机器瓶当中 我们当时的后果是什么 铁丝无法被什么点燃 因为火柴消耗了机器瓶中 导致氧气的程度什么 降低不够高 那么还有让木炭直接落到机器瓶的底部燃烧 其实你们会发现在做炭流零 这些可燃物都是在哪里燃烧的 要是 燃烧池当中 能不能直接放到机器瓶的底部 不能 肯定不能嘛 放到机器瓶底部 机器瓶底部必然受热什么 不均匀嘛 受热不均匀什么后果 炸烈 炸烈 那么还有 那就在铁丝燃烧的实验室 事先没有在机器瓶里 称放少量的水或吸沙 这个 其实问的是什么 一样的 我们的后果还是机器瓶底部什么 炸烈 那还有最后一个 在完成硫燃烧的实验室 为什么在机器瓶里 事先称放少量的水 甭烧了 吸收了什么 三层的氧化硫气体 防止气体移除污染什么 空气 当然 还是这个助燃性 你们会发现 它还有个非常经典的应用 那就是氧气的检验 也就是什么 在讲到检验和验满的过程当中 我们说 一定要去关注检验 是不是 还是检验 有没有的问题 检验一个气体是不是气体 检验一个气体 有没有 混合气体中 有没有气体 我的同学们 虽然都是利用了氧气的什么 助燃性 但是方法就不同 检验一个气体 是不是 是把这个气体 当成什么物了 为什么 纯净物 检验气体中 有没有氧气 是把这个气体 当成什么物 检验是不是我们大师说 我们用的是带火星的什么 像木条 如果带火星的像木条 复燃了 再证明这是什么 氧气 因为氧气具有什么性 但是检验有没有氧气 你就不能再用带火星的木条了 带火星的木条 不复燃 不能证明 就一定没有氧气 空气中倒有氧气 但是带火星的木条 在空气中就无法什么 复燃 你就要改用什么 燃着的木条 你看它能否持续什么 燃烧 如果可以持续燃烧 就证明有什么 氧气 还是利用了氧气的什么性 所以在这里 一定要去关注 是检验是不是 还是检验有没有的问题 当然还有一个 那就是燃烧 主要是涉及到排空气法 收集氧气的时候 我们要涉及一个什么 燃烧的问题 当然燃烧 我们不再怀疑它的身份 燃烧烧烧烧什么 所以此时此刻 如果是氧气 那就应该是较为纯净的氧气 所以它相当于是在检验什么 是不是 我们与检验一个气体 是不是氧气 唯一的区别就是 这个带火星的木条 深入的什么 位置 对不对 当时检验是不是氧气的时候 我们直接把带火星的木条 插入到集气瓶 那什么 集气瓶中 那么现在检验氧气 是不是收集满了 满了它就会什么 一凸 我们就不能插到集气瓶中 我们放到什么 瓶口 对 集气瓶什么 瓶口 如果带火星的木条 复燃了 那么它就是什么 氧气已经收集满了 反正就没有收集满 这不就是我们在暑期这段 给同学们所说的 氧气的什么 性质吗 你们会发现 涉及氧气性质的考察 它一定是从这么几个方面去考 你简单的一回忆 你们会发现 虽然我们暑期讲了太多太多太多的内容 但是你们会发现 它要考的一定就是氧气的物力性质 物力性质主要就在这考 密度 比空气的密度要 大 对吧 还有一个溶解性 可以溶解在水中 还有就是化学性质吗 化学性质两个方面 一个叫度然性 一个叫支持呼吸 对不对 经典的生的四个实验 碳流灵铁 在氧气中和在空气中 实验现象的比较 考察一 现象的描述 二 注意事项 以及 误差分析 你把这些技术知识点 全部掌握之后 你们会发现 有关这部分的考题 它的考点 所涉及到的所有知识 一定不会逃出这些知识点之外 如果你们不信 我们可以一道来看一看 这一部分的具体练习 首先我来看 第一题 朋友们请看 某同学说 物质在氧气中燃烧的 实验方法 如下图所示 其中不合理的是 快速地告诉我 你们的答案选什么 选R RB 非常的好 铁丝在氧气中燃烧 它缺少的是什么 机器瓶底部 没有事先放少量的水化 其他 这样将导致机器瓶底部什么 导致 是不是在考 四个经典实验当中的 注意事项及 误差 分析 来第二题 下图所示的 甲乙两个实验 有共同点 那就是机器瓶底部 均预先装有少量的水 一个是铁丝和氧气 一个是流和氧气发生反应的装置 是不是还是在考那四个 经典实验当中的注意事项及误差分析 我不说了 那甲冬是铁丝 铁丝 来 他们的作用是什么 防止高温 深圳的黑色固体落入平底 炸 这个黑色固体一定是高温 其实是防止铁和氧气燃烧的高温 浓稳物 我们后来知道 这个高温浓稳物 其实叫什么 氧氧化氧气 它滴落机器瓶的底部 达着机器瓶底部什么 障碍 那么以中 你们一看 你就已经知道了 吸收二氧化硫 防止污染什么 空气 对不对 所以你们会发现 这两个水 还是需要同学们去比较的 其实我们在中学阶段 这个机器瓶底部 事先放少量的水 有三个实验 第一个实验 那就是铁丝和氧气 第二个实验 硫和氧气发生反应 其实还有一个实验 我们上一节课才学过的 那就是空气中氧气含量的什么 测地 我们事先也在机器瓶底部 放了少量的什么 水 当时的目的 我们当时也讲过 吸收五氧化氧 这样一个固态的什么 小颗粒 对不对 另外 让它能够 叫快速的什么 冷却 因为那个实验 必须冷却之 室温才达到什么 才打开弹簧甲 或者是冷却之室温 才开始什么 读书 对不对 所以我需要你们 在做这类练习的过程当中 来把这些相同的方向 来进行归纳和总结 你就会找到一些感觉 机器瓶底部 遇到水的 在总结之内 也就这三个装置 好 这是我们的第二题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第三题 还是第二题的第二小题 如图 装滥氧气的机器瓶 用带火星的木桥 分别以甲乙 两种方式迅速的插入 观察到木桥复燃 且在甲中燃烧 比在乙中更旺 上复实验 说明了氧气具有的性质 你们会发现 性质实验 动燃性 对不对 动燃性和支持什么 支持呼吸以及什么 支持燃烧 那同学老师 这这两个性质 一是有动燃性质 没有问题 那为什么还会出现 这一个这个甲 乙当中甲燃烧 比在乙中燃烧更旺 甲 机器瓶 瓶口什么 向上 乙 机器瓶口 这说明了什么 密度 两气的密度比 密度 其实甲中 甲中感情就相当于 告诉你 机器瓶瓶口向上时 你收集到的这个氧气 它的含量 比机器瓶瓶口向下 氧气的含量要什么 多 为什么向上不多 向下不少呢 那就是意味着 向下的氧气什么 移出了 来说明氧气的密度 比空气的密度要什么 大 对呀 所以你们会发现 它所涉及到的氧气的性质 是不是就是这两个方面 物理性质和什么 化学性质 化学性质 这两个方面 支持 呼吸 支持 燃烧 物理性质两个方面 关注重点的两个方面 密度比空气的密度大 不易溶解在水中 没有淘出我们刚才 所总结的那个 知识点的范围吧 没有 来我们再来看第三小题 有ABCD四种物质 A是无色 无味的气体 B在A中燃烧发出 你看明亮的 蓝紫色火焰 又是在考 气体性质 是在考四大经典实验 我们说 A不一事项 无差分析 A就是什么 实验 实验 A看到明亮的 蓝紫火焰的时候 你就已经知道了 必然一个是流 一个是氧气 但是他又告诉你 A是无色无味的气体 那就相当于我们知道 A是什么 氧气 那B自然是流 不就出来了吗 同时生成了一种无色 有刺激性气味的气体 还是在考这个 我知道 二氧化流 地是一种无色的气体 把地通入到 成群石灰水中 石灰水便浑测 到了 二氧化碳 这时候 暑假记得我们就知道 二氧化碳 对吧 二氧化碳 正是利用了这一特殊的现象 从而我们可以利用 成群石灰水来检验什么 二氧化碳 我们当时说过 在中学阶段 能够使成群石灰水 变浑测的气体 只有一个 那就是二氧化碳气体 在我们的初中阶段 对吧 当然到高中阶段 未必如此 当然初中阶段就一个 所以我们利用成群石灰水 来检验二氧化碳气体 成群石灰水变浑测了 是二氧化碳气体 没变浑测 不是二氧化碳气体 是不是在考 四大经典实验的 实验现象 那么关注完了 我们氧气的性质实验之后 你们会发现 这一部分还有个 最重要的知识点 那就是氧气的制备 那么氧气的制备 其实属下就在咱们也讲过 那么我们 对于氧气的制备实验 这一部分 又该如何来进行考察 它又是利用了 哪些方面的 最基础的知识点呢 同学们 我们马上 再来陈西